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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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逢论坛成立20周年 我们要借今年年会之机 进一步的总结经验 规划 亚洲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 中国领导人将在后天的开幕式的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 将为博物亚洲论坛的发展方向 亚洲的发展方向 为世界的发展方向 指明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